好 但您关心的是在高雄县最深山的部落 也就是在桃园乡的梅山村在灾后 现在呢 这样的一个画面首度曝光了 也就是我们从空拍的画面看到 山区探方真的很严重 现在断圆残壁的 到目前为止呢 桃园乡还是交通完全中断 而且断水断电 梅山村形同孤岛一样 桃园乡梅山村首度曝光 眼前是山河变色一片断圆残壁 崩塌的土石围成艳色湖 再靠近眼看 许多房子都被土石淹没 路也早就不失路 隧道 前面整个垮掉 往里头挺进更是惨不忍睹 梅山民隧道口几乎全被大小碎石堵住 梅山吊桥也全被冲毁 水一直暴涨 一直暴涨 有时候旁边对冲刷 然后我就把村里面请去车到收容中心 这边都不能住了 都好像几星吊胆的 桃园乡梅山村是高雄县最深山的部落 现在连外道路全断又没水没电 整个村形同孤岛 除了靠空头 其他都得有国庆支援 协助梅山的村民这个到山上 接这个山泉水 也很庆幸在那几天是没有这个雷雨 所以我们人可以用徒步扛着这个水管 到这个山上来接这个饮用水 不少弟兄为了救灾 一离家救世半个月 有些话想对家人说 现在还有42位居民死守梅山村 希望道路尽快想通 或是搭建便桥 让梅山村不再是孤岛 就算高雄种不到